那次要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平时做音色分解 或者计算其他方程的人有时需要用到的一些 含等式 第一条就是a加b的平方 很简单,我们用代数的方法 a加b的平方就等于a加b乘以另一个a加b 没有任何难度,首先我们将a乘以a再乘以b 那就会得出a的平方加ab 然后到这个b,b乘以a乘以b 就会得出加ba 再加b的平方 然后我们有这个同类项 有ab和ba,我们要拼在一起 最终的结果就会得出a加a的平方 加两个ab,再加一个b的平方 那我们有这条色 这个是代数的方法 你看到我做就做得很快,可能没什么感觉 接下来就试一下用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图像方法 去解释刚刚讲过的那条色 首先,跟着颜色 a就是这个长度 这条线的长度 就去到这里 然后b就是蓝色这条线的长度 就是刚刚你看到这里,去到最尾的 那整条线呢,就长a加b 就是现在绿色画的这条线呢,就长a加b了 那我们学过平方呢,就是一条边 这条边,所砌出来的正方形 正方形就是这四条边的长度 就是一样 砌出来的正方形的面积 那就是平方了 绿色这条是a加b 那也就是这个长度也是a加b 那然后我们把这个正方形斩开它 怎样斩呢,跟回我们 a有多长b有多长这样斩法 那所以呢,我们跟着完这个斩法之后呢 那我们有这一个是a 然后这一个是b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首先,有a的平方 a的平方就是这个 现在正方形的面积 因为这条边是a 而上面这条红色的这条边也是a 两条边都是a的正方形的面积 那就是a的平方 那然后b的平方呢 就是现在正方形的小格这一格 那这个就是b的平方 那显然而见呢 这两个tick了这两格的正方形的面积加上 都更迷气 都更不是最大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那你看到呢,还有这两格的 还有打问好这两格的 这两格的长方形 那这两格长方形的面积是什么呢? 长方形,长的那条边是a 这条边,长的那条边是a 长的那条边,你可以对过来看 那是a 短的那条边呢 短的那条边呢,是b 短的那条边是b 那所以呢,这个长方形 现在的长方形的面积呢 是ab 而这一个呢,又是ab 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2ab 那所以,a加b的平方 就等于a加2ab加b平 那同样道理,a-b的平方呢 我们首先就很快用代数方法做一次了 首先有a-b,乘a-b 然后等于a乘2a,a乘2-b 有a平方,减ab 接着下来,-b乘a,-b乘-b 就是负负负负责,加b的平方 合并完同类巷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a平-2ab加b的平方 那用图像的方法,很快地说一次呢 我们今次,a就是用最长一条 就是最大的正方形了,它的面积就变了 那因为它要减少一个小一点的东西才有东西 那所以呢,这个是a,最长的这个是a b呢,就是短这个 这个是b 所以,a-b呢,就是由这里到这里了 而a-b的平方呢 a-b就是这个 a-b的平方理所当然就是 就是这个油锦颜色的这个 首先,a的平方 a的平方是什么呢 就是最大的这个正方形 因为一边是a,最大的正方形 就是这格,这格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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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大的正方形 然后到b了 b的平方,b是这一条线 b的平方就是这个正方形 那就是这一格 那你看到呢,这一格剔了两下 double count了 一会儿就知道为什么 然后,减-ab 那ab是什么呢 我知道a是这一条 a是这一条 b呢,就是蓝色那么长 那ab加上就是我现在用紫色画长方形的这个格 对不对 这样呢 长方形 上面这一条是b 取最长的那个位置 是a OK 那,我们有些减,那我们要交叉 交叉这个,交叉这个 然后,因为我减了一个,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怎么看呢 第二个是打横看的 我今次又用绿色 打横看的长方形 这一条边最长的那条,就是a 然后这个呢,就是b 一条a,一条b 那我现在画的这个长方形 打横看的 长的那条是a,短的那条是b 对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交叉这两格 交叉了这一格,交叉了这一格 那我们之前打了1,2,3,4,5 然后交叉了这个1,2,3,4 那就剩下绿色,油颜色的这一格 那就是a-b了 那a-b的平方呢,就等于a-b 加b平了,图像的方法 证明就是这样处理的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a-b平 那这个呢,用代数方法 它本身就已经有点tricky了 首先,a平 那呢,然后,你如果减b的平方 就没有东西可以做的 那之后,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代数的最高技巧 就是没有中生有 a平 我们会首行加一个ab 那但是,这条式本身没有ab 对吧? 那我们就要减下ab了 因为它本身不存在 那然后,减下b平 那做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发觉,在头这两个term 这样看法呢 我们有一个公因可以提 尾这两个term呢 我们又有一个公因可以拿出来 那就可以做了 左手边拔下a 加b 然后有a 加b 右手边拔个虎b 那我们剩下正a 加b 然后,我们 撿个a加b 出来 剩下的就是a 减下b a减b 对 这个就是代数的方法 同样道理 我们今次又尝试一下 用这个图像的方法去表示 那很快地说 a又是最长一条 今次 b就是这一条 那这个 整理的长度呢 就是a加b 那我今次写 不是,a加b 是a减b 那我今次呢 就用电锯写在这里 a减b b 那么很简单呢 a的平方呢 就是 又是 的了四格 减b的平方 b的平方是这一格 不要了它 就是靠插了它 那我们呢 就要证明 这三格 那怎么证明呢 很简单的 我们首先 将现在 紫色 右边的 这一个正方形 反转它 再搬过来 放在这里 那由于 这个正方形 来说 这一条边 等于这一条边 那所以拍过来 应该是原理无下的 那然后 这一条边 是b 那所以这一条边 是b 那我们拍完之后呢 很简单 这个没有了 我们多了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整个 这个打扁的 长方形一起看 现在在画边的 长方形 整个 打横一起看 长方形 它有多阔 这里已经画了 是a-b 整个阔度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这一条边呢 长方形有多阔呢 就是a-b 那整个长方形 有多长呢 我知道这一条是b 就是我的新加出来 这一条 这一条 对 这一条是b 那这一条呢 这一条就是 本身 本身 最原本的黑色线 正方形 最大的这个长度 那也就是红色 红色线的这一条呢 那就是a了 那这一部分 到这一部分 位置是a 而这一部分 到这一部分 位置 是b 那就变成a加b 那所以 我们得出来 的结论 这个就是a加b 这个就是长方形的负 就是a-b 那所以a的平方 减 b的平方 就是 会得出a加b 乘以a减b 了 那终于 又试过用 代数的方法 证明几条恒等式 又试过用 图像的方法 讲一讲这些恒等式 的感觉是 为什么会成出来 这个答案 那最后呢 就总结一下 我们今次呢 就证明 我试过 这三条式 a加b的平方 a-b的平方 和a的平方 减 b的平方 那 右手边呢 我给了 关于立方的公式 那其实 这几条呢 都要用的 那呢 今次呢 时间关系呢 就不讲这几条 基本上都不讲的 因为 你要做的东西就是 左手边是a加b的平方 就是这一块东西 要再乘多一个a加b 再计得小心一点的话 那就会计得出这条式了 那就没什么要讲的 那 证明其实都不证明了 因为 如果用图像方法 我又要画一个立体 的一个立方体 给大家看 这个比较麻烦 那就 不讲这么多 那这几条式呢 在代数里呢 都是会整天用到的 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包括 这一个 例如a-b的立方 那这个是减的 那你见到呢 所以减好呢 会 卡拉卡拉的出现 这个又是加的 这个又是减的 这个又是减的 这个卡拉卡拉的出现 还有 然后 a的立方 加b的立方 你看到 第一个是a加b 但是 这个不是我打错 这个是 它本身就是这样 它不是全部加了 这次 那 这个 会变成减的 而且这里 没有过2 不要以为 是一个乘以 一个a加b 就是什么 这里没有过2 那这里 也是一样 减完之后 又加了 这个 大家要记得小心一点 那就是这样 那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 呃 我们是没有a平方 加b平方 那 就没有东西 这个是分 因式分解不了 没有东西可以分解出来的 那 就是这样 这个 关于做因式分解 是会用到的行等式呢 大致上是这7条 那 关于 4次方 5次方 那些 我们稍后再说 稍后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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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